海参晚论坛 俄罗斯摆酒席 中国外交回应很微妙 普京有点担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海参晚论坛 普京摆好酒席 却担心中国不来 外交部态度很微妙 9月3号到6号 俄罗斯主导的一年一度的东方经济论坛又要举办了 普京显然已经摆好了酒席 就等着东方一众国家参与 尤其是期待中国的到场 但现在恐怕普京心里有点摸不准了 担心中国会不会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国外交部回应的态度很微妙 首先来说一下 俄罗斯主导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 客观来看 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在美国和西方全面封锁下的无奈之举 第一届东方经济论坛是在2015年举办的 当时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的第二年 也是俄罗斯被西方全面制裁的第二年 毫不夸张地讲 当时俄罗斯的国家发展道路几乎被毒死了 普京另必蹊径 想通东侧打开局面 吐出封锁重围 所以才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办了第一届经济论坛 普京希望依托中国 日本 还有韩国等东方国家的投资潜力 给远东地区的发展创造机会 而说到这个 弗拉迪沃斯托克市 大家可能没听过 但我要说海参碗 想必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只要说到海参碗 就会提到沙皇俄国对五国领土的侵占 这是事实 但解放前的事一言难尽 现在中俄早已划清边界 在法理上确定了海参碗的归属 所以我们也不必太纠结 总之 东方经济论坛 我们也能称之为海参碗论坛 一开始 对于俄罗斯的招商引资 日本和韩国是比我们更积极的 直到第四届海参碗论坛 也就是2018年我国领导人才首次出席 而这两年 因为俄乌冲突 日韩紧跟美国步调 跟俄罗斯进行了切割 所以逐渐就不提这一茬了 反倒是印度为了证明自己的大国实力 总想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远东地区大展拳脚 但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没那么容易 现在能在远东极端条件下实现大规模开发的国家 只有中国 所以说白了 普京白酒席邀请东方各国参与 真正期待的还是中国的表态 像这一次 俄罗斯也提前跟中国打了招呼 但我国外交部回应就有点微妙了 外交部回应很简短 支持俄罗斯举办论坛 也希望论坛举办成功 听着有些云里雾里 而言外之意呢 大概就是原则上中国会参加 但目前还没确定 如果要参加 也不会空手而归 我们这番回应是比较保守了 可能有人会好奇 凭借中俄今天的关系 我们没理由跟俄罗斯含含糊糊的 话是这么说 但涉及远东地区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顾虑 这不是什么小事 关系的不仅是今天的中俄关系 也是未来的中俄关系 所以我们保守回应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而且远东地区开发难度很大 我们也不能提前把话说得太满 中俄远东合作肯定是必然的 但其中的利益分配还有一些小矛盾 都得一一轮顺了 才能进入到下一阶段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订阅收到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